沿著古樓部落旁堤防 失座的大潮州人工湖取水口 與疏水渠道工程 由於疏水渠道設計 失座在堤防內 所以就將原先的堤防挖空 目前工程進度落後 雖然正積極趕工中 但連日來的大雨 加上汛期將近 當地居民擔心未完成的工程 將危及周邊居民的安全 二十號當地居民在屏東縣政府 隨力處於工程設計公司 舉行的工程進度說明會中 表達心中的不滿 擔心會發生潰堤 屏東縣政府水力處表示 目前已經要求施工廠商 做好防汛準備 縣府也會在周邊增加 大銷坡塊與太空包做準備 同時也要求廠商在六月十七日前 積極趕工 未完成的部分 會將圖回田 到六月十七做不完的 就是全部回田 回全到因為那個堤防的 各階段堤防的原高度這樣子 萊燕鄉八八風災後 又經歷了多次風災的重創 工程進度落後 讓當地居民很不安 擔心堤防一旦潰堤 將影響近四百戶居民的安危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做好防災的工作 記者歌社屏東來意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不要注意